为什么废话文学突然风靡网络 我们为什么喜欢创造废话文学 人一天究竟要说多少废话 鲁迅先生凭什么就成了废话文学的鼻祖 历史上都有哪些废话趣事 我们看完这期 你就会被废话文学征服 几百 贼百 简直白死了呀 白什么白 我简直受不了了 主观不好 话说的咱们上次见面还是在上一次 当你有先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这个视频 那今天的开场诗是来自著名废话题诗人 乌青 这好多网友都调侃说 这名可能是被人打清了眼之后 得到的一个灵感 不过我倒是觉得 乌青这首诗的一个语言之苍白 语无伦次的这个表述方式 很有可能是因为 诗人对这个蓝天白云的爱 已经到了极致 主观们也可以把自己 见识过的最废的废话 打在公屏上 这废话文学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突然就开始风靡网络了 比如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三人行 必有三人 我上次有这种感觉 还是在上一次 如果你花一分钟 听完我刚刚说的这段话 那么你就已经浪费了60秒 接着主要聊聊历史上 都有哪些废话文学的有趣故事 还有被人们以为是废话的文学 到底是不是废话 以及当下网络废话的成音 和公子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我们来当幕扣音 发车 我们先来说说历史上 关于废话的趣事 要知道 这经过漫长的 封建官僚体系的一个延续和发展 我国古代文人 尤其是官员们 再说废话方面 那是绝对 专业他妈给专业开门 专业到家了 后来呢 竟然也发展到了 连给皇帝呈颂的奏章 也都全是废话 我以为皇上是公共缠身 对吧 但是看到一些 竟是废话的折子之后 估计你也能感受到 皇上的绝望 有什么推敲土特产的 有每天问安打卡的 有各种鸡毛蒜皮小事的 想必皇上他老人家 一定可想说一句 真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真看这 得赶紧跟主管们分享一波 来了 敏哲总督说 这是土产叫芒果 送给皇上您内 知道了 这种东西没啥用 以后不要再送了 一个月后 敏哲总督说 这是土产叫芒果 送给皇上您内 知道了 以前没看过芒果 本来想看看 看了后似乎没啥用 以后不要再送了 还有这位失忆的 直立总督 直立总督说 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地 六月初下雨的情况 到处都下雨 报告雨情的走折太多 而且京城京北的情况 我早就知道了 直立总督说 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 六月初下雨的情况 已经回复过了呀 直立总督说 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 六月初下雨的情况 已经回复过了呀 直立总督说 这是顺天府保定府等 六月初下雨的情况 就这样 终于这一年过完了 康熙皇帝 微微松了口气 估计心里边 已经在盘算着 要么给这货找个大夫 要么找间牢房 结果第二年 直立总督说 这是顺天府 永平府等地下雨 充足的情况 前面这俩 都是废话小喽喽 在查看了许多记载之后 公子我终于发现了 这位宝藏男孩 绝对的清朝废话奏者 第一人 杭州之早 孙文成 这有一年呢 孙文成在给康熙皇帝上书 报告皇上 朱一贵造反了 此时的康熙 内心是崩溃的 倒不是因为造反 这事本身崩溃 主要是 这并不是啥新闻了 人家朱一贵 四月起病 六月底 就已经被打得 连妈都不认识了 孙文成七月份 才胡哨屁股一样 大呼小叫地 给皇帝上书 这一上闹哪样呢 这孙文成呢 挨了骂之后 也表示 皇上 我知道错了 您看我表现就完了 没过几天 孙文成上书奏道 皇上皇上 法语寺住持元祭 还有个叫 求赵敖的文人 前段时间也死了 康熙皇帝 看了这两句废话之后 深吸一口气 颤抖着皮肤道 你把 向镇请安的折子 和这个奏折放在 同一个风套里面 你很幽默呀 就这样 废话王者孙文成 成功地熬死了康熙 坚持到了雍正继位 下面是他给雍正帝的奏章 杭州制造孙文成说 皇上你好吗 真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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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胖了一点 后来苏文成好不容易 没说废话 给朝廷提交了 关于杭州天气和粮食价格的报告 雍正皇帝的回复是 真很好 真的是 看军一道折 如独一道折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既然这些大臣 连奏折都敢水成这样 你说皇帝 或者中央政府 为啥能够如此的容忍呢 你看康熙雍正 即便信里面 可能已经派容默默 把对方戳成了那啥格格了 但表面还是要回复一下 是不是像极了 凌晨十二点 还有被迫在工作群里面 回复收到的你呢 发生这种情况 并不是因为皇帝宽红大量 根据我猜测 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呢 就是当时的政治氛围决定的 这奏折说到底呢 还是一个传递信息的方式 一般的内容 无非是报告地方发生的事情 讨论政策得失 以及表扬或批评某位同僚 如果一朝政治清明 分为活跃 就会出现如唐太松一朝时的景象 有意见尽管提 你说的有道理呢 皇上不仅照办 还表扬你 那结果就是大家争先口后 为了这个国家好 群策群力 相反 如果大多数大臣都选择躺平 你就是再想提意见 你也说不出口呀 你说了 你把那些摸鱼的同事置于何地 你是不是要内卷啊 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反水 揭发我们这些摸鱼的 紧接着摸鱼的就联合起来 把你参考关外去放羊 所以在大环境的影响 或者说逼迫下边 出现我之前说的这种情况 它也是必然的 出了事我报告 你让我解决麻烦 还不如不报告 讨论政策好坏 那要不要改革呢 这费力不讨好的麻烦事 谁想去 提醒朝廷表证别人 自己不甘心 那告别人黑传嘛 别人也不甘心啊 又不能不说话 不说话皇上把我忘了怎么办 得 给皇上说几句废话 说还不存在感吧 还有个主要原因 就是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 这信息传达的通畅与否 有时候是比信息本身更为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给皇上 发了句废话出去 皇上收到了废话 并且骂了我 这就说明了我和中央的这个通讯 它是畅通的 这很重要啊 这有的建言你发出去了 皇上可是说不到的 这要是那时候能发个快递 能发个微信 哪个大臣敢这么整天轰炸皇上 估计你连说废话的工具 都得被皇上给没收了 除了这些爱说废话的大臣们 另一个关于废话经久不衰的话题 莫过于文学作品中的废话 估计绝大多数主管都跟我一样 第一反应就是 鲁迅献授文前那两个早述 多年前我刚听说的时候就心想 这样我写这么句话在座文里面 是不是得被老师处以 当堂朗诵的极醒 你给我上来朗读一遍 当然除了两个数 鲁迅先生还写过许多乍一看 以为是废话的文字 比如像阿克正传的一开头 啥也不说扯了一堆 自传别传家传小传 内传外传罗圈传的科普 这要不是告诉我是大师是经典 我绝对可以肯定 这作者就是在水字的时候 比如刚好作文至少要求800字 还有这段 我幼小时候是在S乘或者号 或者号后面按理说呢 就该解释说明了对不对 直接后面写着 所谓幼小时候者是30年前 所谓S乘我不说他的真名字 何以不说他的真名字 也不说 好吧先生 您不说我也拿您没办法 我就是单纯地怀疑 你在敷衍我 但我又找不到证据 不过时至今日啊 随着公子我这个浅薄的 学识的逐步提高 为了你们我也多多少少地去了解了一点文学理论知识 这不学不知道 一学才知道啊 原来我眼中所谓的废话 是多么的有深意和趣味 不吹不黑 先一手歪歪地牙子 我们先来看那句被人吐槽坏了的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一棵是枣树 另一棵也是枣树 这文学理论认为呢 文学语言区别于生活语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 文学语言具有陌生化的特点 通俗点来讲就是要用陌生的语言来描述熟悉的东西 给读者阅读制造障碍 那这个障碍不是那种什么引经据点 故作高深啊 卖弄学问 目的是要拉长读者的一个感受时间 只有拉长了感受时间才能使读者产生意境和联想 因为归根到底文学的主要目的是传递感受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 这件事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卢运先生想传达的这种阴冷的感觉 如果是心思细腻的读者啊 你再来阅读两棵树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画面 我们家门前有两棵树 是不是先有一棵树映入眼帘了 然后随着镜头的平移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棵树 这作者勾勒出的氛围 是不是也越染纸伤了呢 所以不要再说 鲁迅先生是废话文学的鼻祖了 先生写的每一句那都是用心良苦 为了给鲁迅先生证明 公子我是起黑探黑 终于考古到了废话文学的始作俑者 此人就隐藏在你我身边 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 但是因为他善于违装 所以很少被人揪出来批判 据我不严谨不科学的考证 他就是 野原新之助 才是真正的当代废话文学 开山鼻祖 经典场面有 那继蜡笔小新之后 吹石班的故事 《武林外战》等一系列经典回忆踊跃参与 把废话文学发扬光大 说了这么多啊 那么废话文学就真的只是废话而已吗 甚至就像一些所谓主流意见批判的那样 废话文学是现在年轻人玩梗 现象杰出的独流需要减除吗 我先表明态度啊 持以上观点的人接下来的这些部分 你可以左上角直接塞不败了 所谓废话文学并不是简单的什么复制粘贴 Ctrl C加Ctrl V就结束了 或者说是无脑抄袭 这其中蕴含着鲜活的创造 和年轻人乐观的态度 是一个群体寻求认同的文化标识 本身并无优劣之分 而且废话文学就真的是什么 有毒的独流吗 曾经有人提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你状态很差 你上班或者是你上学迟到了 跟朋友抱怨了一句 我好想睡觉啊 不想上班啊 以下几种回答 哪一个是你最想听到的 一 别上辞职吧 二 不上班你拿啥养活自己啊 三 我比你还累 我更不想上班 四 我也曾经和你一样 但随着阅历的增长 我发现上班也是一种休息 五 你睡得太晚了 你要不试试早点睡吧 六 是啊 每天早起上班确实很辛苦 来来来 主管们 把你想听到的那个答案的序号 给我弹幕打出来 打在公屏上 反正我是相信 大多数主管应该都跟我一样吧 都想从朋友那儿听到 最后一句答案吧 但是不可否认啊 最后一句答案它就是一句废话 但恰恰是这句废话 让我感觉到被理解 被支持 甚至还有点安慰 所以言语意义上的废话 在语境层面上 往往表达了共情和理解 有一个已经成为共识的事 其实在我们交谈的时候 说话的内容所占的重要程度 是远远不及说话的情绪的 高情上的人 往往就能够通过一句废话 去缓和场面 安慰朋友 从而达到目的 所以在整个视频的最后 我也希望所有的主感 都能成为一名快乐的废话文学家 这里是一条线索 一个故事的脑洞大开竹 爱你们哦 最好加个转发 告辞不送